诶 停停停停 小姐 你是不是喝酒啊 我没有喝酒啊 没喝酒却脸红 原来是 根本没喝酒也不是刚运动完 却总像QOO一样脸红红 当心你可能是酒糟机 也就是皮肤的慢性发炎 医师说主要特征是脸部红肿 和皮肤微血管扩张 尤其最近天气炎热 日晒机会大增 更容易诱发 传统口服或外用治疗药膏 只能止痒抑制发炎 但卫福部最近核准上市的新药 擦了以后可维持12小时的退红 不过需每天擦且为自费 一条约2000多元 酒糟跟体质有关 难以根治 医师强调尽量避免刺激因子 像是外出可戴遮阳帽 避免过度日晒 在选用保养品时也要小心 可先涂抹一点在前臂中间内侧 或耳垂后的肌肤上做测试 观察10分钟后没问题 才可以用在脸上 平常也要避免情绪压力太大 还有辛辣刺激的食物 还有还有喝酒也可能加重泛红的症状 最好避免 诶 你已经关工了 怎么会这样子